欢迎再次回到十点新闻 新加坡可能拥有最现代化的厕所设备 但是公共厕所的清洁水平却还未达标 左里公署部长林瑞生欲请国人一起行动 让本地的公厕成为全球最干净的厕所 为各国提供厕所基本设施 是一项牵涉万亿美元的大生意 出席世界厕所峰会和展销会的商家表示 全球还有将近二十亿五千万人 无法享用现代化厕所 而我国面对的却是厕所不够干净 世界厕所峰会不仅探讨各国卫浴企业面对的挑战 也为保持环境卫生和城市清洁寻找解决方案 与他们的美国经营方案 也为他们的安排 有些新闻的理论 有些新闻的厕所 有些新闻的乘客 我们回到新闻的新闻